据欢庆网2月7日报道,台军弟子军种子通电军黄姓军官及邓姓士官接连在汉光演习中扮演黑客,攻破台防务部门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式管理系统取得重要机密,原本是职务行为,原应受到表扬,没想到却被防务部门一次探搜集防务秘密罪移送法办,此事发生后,台军士气严重被影响,黄姓军官已被迫退伍,但是台防务部门却称, 黄姓男子还被控在汉光演习结束后,刺探人事资料,因而被检举涉及刺探搜集防务秘密罪,妨害电脑使用罪,台防务部门人事参谋次长式发现系统被黑,警察竟是自家滋空电军所为,由于时间点为非演习期间,无前例可循,防务部门决定将黄邓移请调查局调查,台调查部门去年搜索约谈黄邓到案后,两人都喊冤,称这是每季每月都要做的攻防演练行为, 调查局应对法令的解释有疑议,宣案含送高结束,检察官详细调查后认为,黄邓两人的行为,虽符合妨害电脑使用与刺探搜集防务秘密罪,但是属公务员依上级命令之职务行为,以阻缺违法等理由可不予处罚。 自通天军是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在四年前成立,绿数台防务部门参谋本部,蔡英文曾说,这代表台军全面进入资讯作战时代,针对此事有岛内网友讽刺,真是个笑话。